老婆 我问你一个99%的女性都反应不过来的问题 我看你能不能反应过来 我才不跟你玩呢 你肯定又是问那些不正经的问题 正经的问题谁回答不上来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瞎起我呢 还是你觉得自知肯定会说不敢来 你以前不是玩过啊 你这人套路太深了 我方不胜方 那这样子 这次那儿子来问你问题 你来回答总可以了吧 那行啊 这小屁孩我还玩不过他 那我回答上来有什么好处啊 这样你回答上来我给你100块 你回答不上来 你给我和儿子100块 那行 那公平时间啊 防止你耍了 我们先把钱拿出来 放桌子上 多少钱 就问四个问题吧 好吧 我们拿数400 400啊 我这里400啊 我放这里了啊 400 那我把儿子嫁过来 嗯 好好 赶紧问妈妈问题 难一点啊 因为妈妈回答错过 我们还有钱赚呢 好 妈妈 第一道题啊 嗯 米的儿子是谁 米的儿子 小米对不对 错 米的儿子 那是什么 是什么 是虫子 为什么是虫子啊 你也太笨了 你没听说过吗 米生虫啊 哈哈哈哈 这也是啊 不上不上不上 哪里不上啊 100块我先拿了啊 第二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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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的妈妈是谁 又是米 米的妈妈 稻子 对不对 错 米的妈妈 米的妈妈 哦 花生米 是花 花生的米 对不对 对 第三道题 哦 我还没拿钱呢 第三道题 第三道题 米的爸爸是谁 哈哈 又是米 米的爸爸 蜜蜂 因为蜜蜂采花 对不对 错 米的爸爸 那是什么 米的爸爸 是吧 你回答不来了吧 那我先拿了啊 什么呀 是蝴蝶啊 为什么是蝴蝶 蝶蝶蝶花呀 哈哈哈哈 这都是 来来来 第四题 第四题 难一点 难一点啊 米的外婆 哈哈 外婆 米的一家人 我跟米过不去了 米的外婆 抱米花 因为她抱过米 又抱过花 对不对 所以是她米的外婆 错 干什么 米的外婆 再给你想想 再给你智慧 要不要提示你一下 提示一下 是一个成语 米的外婆 花 花的妈妈 花的妈妈 花的妈妈是什么 想不出来 我就告诉你 跟你说的是一个成语 花的妈妈是什么 太难了 什么呀 那我拿了啊 一百块 一百块 跟你说了 都是一个成语了 都不会 说明你那个女文也不好 什么呀 妙笔生花呀 哈哈哈哈 是妙笔 哎呀 你这题目太难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回答了啊 好好 我们赚了两百块 你一张 我一张 好吧 我一张